大家好,我是东海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疆棋台蒸饼的做法 鲜香无比,回忆满满 欢迎点赞评论加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准备教头三个 教头的制作方法呢 前面的视频呢有讲解 用手把教头捏碎 用少量的温水把教头化开 化开以后倒入盆中 加入三倍的干面粉 可以补加一点清水 用筷子逆时针把面搅成泥状 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醒发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醒发至起泡状态 准备1.5倍的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加入干面粉中 用手揉成面团 如果这个过程中呢有点干 可以适当的往里面煮加一点清水 面揉光揉庸 放入盆中 在常温处发面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发面制作完成 准备10克碱面粉排酸 少量的温水化开 倒入发面中 连续揉面10分钟 让面彻底排酸 口感更好 把面完全揉光揉庸 用刀切成同等的三分 把每一块面再揉30秒钟揉光 然后呢再用擀面杖 擀成2-3毫米的薄片 表面倒入适量的熟清油 用刷子涂抹均匀 第一张上面呢撒上姜黄 也可以把面对折涂抹 让调料呢更均匀 然后呢把面卷成圆形长条状 同样的方法呢 第二张撒上香豆粉 量呢可以多加一点 同样的卷成长条状 第三张呢撒上红取 另外一边呢可以再准备一块面揉融 把卷好的三根面放在一起 面的头部按压 然后把面变成麻花状 变好以后把面立式卷在一起 把准备好的另一块面呢 擀成2毫米的薄饼 擀至完成 把卷好的面放入面饼上面 提拉梳边包起来 包紧以后翻个面 用手轻轻按压 再用改面杖轻轻的擀几下 放入蒸盘醒发五分钟 这个发面的制作方法呢 同样适合制作馒头包子 锅中水开 加入馒头蒸饼 电锅蒸40分钟 煤气灶蒸30分钟 蒸熟开吃 美味可口的新疆旗台蒸饼 这个完成 您学会了吗